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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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埃里克 過年期間 我本來是有考慮要剪輯 之前拍攝影片 但是初一的時候 我好像 我們家吃東西出問題 我個人認為是 可能食物中毒 那因為 晚上初一晚上 最嚴重到 除了吐之外 還有呼吸困難 本來差點 我想要不要叫1922 看是不是中標 中到新冠之類的 然後趁到早上才過去 然後去醫院做快篩 結果呢 還好陰性 那醫生也找不出什麼原因 但我個人認為是食物出問題 因為家人也有 有的人也有拉肚子 不太舒服 那我算是比較嚴重 因此過年期間 我就沒有心情在剪什麼影片 也沒有出去 那當然這個甚至之前影片 我也沒有剪 本來是過年期間要分享 那我也沒有剪 之後再分享吧 那這種生病就是說 多休息之外 那就運動 那我今天呢 到這個鷹哥 鷹哥的這個中坑 中坑步道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叫中坑步道 是剛才齁 從大龍樹那邊 隨便逛 然後我就從山上齁 爬下來 爬下來之後 然後到那邊路口 那邊是可以開車 騎車停在那個地方 的位置 那我現在呢 就因為我下來的時候呢 我沒有拍 那現在要上去 上去我就開始拍攝了 那基本上今天我沿路 剛才看過 沒有什麼東西啦 所以今天是爬山之旅 中坑步道 中坑步道的這個爬山之旅 那有興趣的朋友 就可以看 那如果沒有興趣也可以不用看 沒有關係啦 那如果願意按個讚 也OK 感謝您 祝您新春愉快 發大財 那我們現在出發吧 這條山路齁 現在沒有什麼人 不過這邊有居民在這裡種菜 種竹筍 那這個地方 怎麼騎車來這邊 我不太清楚 因為我剛才是從上面齁 走下來 那我的原則就是 應該說我的習慣 反正既然出來 就拍一下吧 那想看的朋友就看 不想看就不要看 也沒有關係啦 這個算是我個人一個紀錄 然後今天這個地方 其實我是第一次來 以前我沒走下來過 以前是在上面齁 那個石灰坑那個大龍樹 土地公那邊 我走下去一點點 那邊有一點點化石 然後我想說 今天 因為還是要運動啊 運動一下 然後 這個 順便看看 這邊有什麼 那沿路上呢 沒有發現化石 所以今天就是 純粹齁 純粹這個 這個算是登山啊 健行之旅 那這邊人家 放農具的地方 沒有看到 沒有看到這個 在地的居民在這邊工作 因為這裡齁 是有岩石 但 找不到化石 也沒有什麼特別的 所以很難講 只能說 走馬看花 看看這邊的風景吧 那如果說你是住樹林那邊 不是啊 住櫻哥 櫻哥也在中坑那邊 可以爬過來 基本上 我背後那邊 他過去應該就是 因為中坑嘛 後面那邊應該算是可以 遇到大汗溪啊 大汗溪在我後方 然後前方就是往山頂啦 往山頂走 往山頂走 那剛才一路下來 就一直下坡啦 喔 然後這個 過年這個生病喔 我 不太能呼吸啊 我想說啊 糟糕 會不會心肌梗塞 不過心肌梗塞 還能爬山嗎 所以應該也不是啊 所以那時候我就想說 是不是食物中毒 然後就趕快催吐 喝大量的水 趕快吐一吐掉這樣 然後四肢無力 手腳發冷 那覺得這個人生喔 人生 健康比較重要 這個什麼 分享影片 不重要啦 所以我也懶得撿啦 然後這個是 這邊發現的一些母鹽 這個母鹽就是 像我講的比較像土塊 硬化了土塊的感覺 然後我們看這裡 喔 這邊 這裡都是地層啊 原始的一個地層 可惜呢 沒有化石 所以這邊 沒有什麼東西 那我們現在 就只能繼續往上走啦 然後現在是下午三點多 因為我下來大概 一小時嘛 然後 然後 上去再抓一小時 所以待會上去就 四點 齁 就不會太晚 這裡齁 我剛才下去看過 好 看一下好了 因為實在是 沒有什麼東西啦 那我們這個 要追蹤 追蹤有沒有化石 浴石齁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看西流 當然學者專家不喜歡這個 像學者專家他會覺得說 這個已經沖刷過 這個就不是原始地層 他們不喜歡 他們要找原始地層 那你如果 業餘的玩家的話 當然就是 直接找這個最快啦 看這個母岩有沒有化石 有沒有浴石 看一下就知道啦 那因為我看過啦 這也沒有什麼東西啊 所以我們就 就不需要再花時間去找啦 不用浪費時間了 這邊還設這個 奇怪的這個 水泥柱 設這個 是怕摩托車上去嗎 很難吧 摩托車也不能上去啊 然後這裡 也是喔 很多這個母岩 像那石頭就比較硬啦 有像大寮城的 這邊算是大寮城吧 然後這裡呢 上去 應該是有竹籠在那邊開墾 我們就不過去啦 因為沒有東西喔 過去也沒什麼意思 然後這裡 這裡也是原始地層 原始地層 當然 沒東西 沒有化石 所以趕快上去囉 上面喔 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耶 好大喔 西洋不是什麼虎頭風的窩啦 那樣就很危險了 不知道是螞蟻的 在上面 好詭異喔 好詭異的東西 這應該是樹的樹皮吧 有沒有 那裡也有 應該 應該不是人工了吧 有點像 有點像樹皮的那個感覺 對啊 沒錯 這是天然的 某種樹的樹皮 現在呢就是一路上山 因為我剛才是 從山上而這樣下來 有的路稍微 難走一點點 然後這邊就是 這裡這裡算 這一段算岩石比較多 可是呢 也是沒有什麼化石 然後現在看上面呢 沒有陽光 陰陰的 發現一顆 圓的 這當然不是螺啦 這種叫做石心石 就一顆大的母岩裡面 然後有一顆圓的東西在這裡 然後這種 玩石 一般也會喜歡這種 如果它很圓的話 比較圓的話 就石心石 然後這個 這個在什麼講 風水啊 風水民俗上來講 也喜歡這種 認為這種會比較有磁場 也就是一個石頭的 它的中心點 然後基本上會比較硬 圓形的這樣 那到底是什麼作用 我不是很清楚 然後那個行天宮有沒有 台北市行天宮那邊 那個廟前面就有一顆 好像裡面也還有啦 但是一般只有看到 外面哪一顆 好像那個也是有一些風水的作用 這一段呢 有很多石頭 然後 變成好像小溪流 小山溝啊 水這樣流下來 水這樣流下來 這上面呢 唉唷 shit 踩到爛泥了 算了算了 洗一洗好啦 稍微洗一下 不然回家這個 把家裡什麼地板 什麼弄髒髒的 然後 這個地方我覺得這種 這個地方算是偏僻吧 比較偏僻的山路 不像大同山那邊 大同山那邊比較熱鬧 到處都有車 然後 還好 還好這個都有指示牌 不然這種 感覺 陰森的山區 沒有指示牌很麻煩 然後這個地方 可以到什麼 隔頭土地公 隔頭土地公 不想去 因為 時間不是很多 然後 這裡 我們待會上去 會到 百年大榮樹 百年大榮樹 那 大樹佛 那個我不知道是哪裡 不太清楚 今天 找沒什麼東西 所以 爬一爬山 有流汗就好了 這叫什麼 鷹哥登山步道 岩石 有岩石就都看一下 那 其實都看過了 沒什麼東西 然後這裡也是 一路爬上去 一路爬上去 這樣 然後我這邊其實有觀察過 有化石 就會有 如果這裡有化石 你就可以一直追蹤 一直追蹤上去 看看它地層在哪裡 沒有的話就是 像現在 爬山之旅 登山之旅 這個 就這樣一直爬 其實也不是很累 這個 會喘是當然的 人要呼吸 要呼吸 當然會喘 但不是很累 小時候爬山 小時候特別虛弱 爬一下山就 要休息好幾天 腿痛啊怎麼樣的 好了 這一段 也是一路上山 這個 要 就不要那麼累啊 邊走邊講 也不知道講什麼 先上去再說 這邊 榕樹根啊 很恐怖喔 不過行程步道 還不錯 這樣比較天然 比較好走 然後來到這邊呢 我剛才從上面下來 上面有古木喔 很古的木 然後那個古木 就 盡量不要多看 怕出什麼問題 然後這邊 有岔路 到百年大榕樹 應該是吧 應該是我要去的地方 因為我剛才沒有從這裡來 所以現在改走這裡 從這邊走 這裡稍微平一點 比較好走 這個 我剛才齁 下來的時候 就是從那邊下來 從那邊下來 那邊有個木 可能很久了 然後木的旁邊還有一個 那個好像疑似墓碑 我不知道它寫什麼啦 培只露出三分之一 它是一半 我就沒有多看了 因為有的東西就是 你不要一直盯著人家看 然後這裡 有鳥在叫 好 又有岔路了 要往哪走勒 往下嗎 還往這裡 這邊是有指標啦 大樹佛 什麼大樹佛 不知道耶 不知道大樹佛是幹嘛 百年大榕樹 浮原山步道 我應該是要到浮原山步道吧 那大樹佛又是哪裡了 還有五百公尺左右 四百九 只是說這 怎麼走 不太清楚耶 現在 面臨的抉擇 好吧 到大樹佛那簡單看一下好了 看一看然後再走回來 然後 看能不能街上浮原山步道 欸 喔 明白了 這裡哪能到大樹佛啊 這個就是我來的 來的讓我 從這邊下去嘛 我一開始就從這裡下去了啦 原來是那裡喔 原來是這樣 所以不用走了 那大樹佛 可能在山下不知道哪個地方 就不用再看了 現在直接就回去 回去這個 百年大榕樹佛岩山步道 因為我就是從這裡來的啊 從這裡啊我從這樣走過來 我竟然沒有從這裡下去 那我現在回來是從這裡上來 所以喔這個山上齁 爬山都要很小心啊 要很注意 像這裡呢 這個 竟然沒有印象啊 因為只爬一次而已 唉唷 這邊都是 像土塊的 母岩 所以我是從這裡來的啦 竟然會忘記 太可怕了 快要到了 上面 就是 算是福岩山步道 然後在上面前面不遠的地方 是有一點那個 以前我有發現過化石 不過今天來好像沒什麼看到 但是 那個母岩呢 應該是 公管林輝城的母岩 因為它母岩很特別啊 有一些結塊 不明結塊 這個 其實它弄這樣也蠻難走的 但也有種比沒有好 因為它如果沒有弄這個的話 會很滑 只是說這裡面 最好是填一些碎石子 小石子填上去會比較好 看有沒有善心人士 要布施這個小石子 我之前就是從那裡下來的啦 這個做這樣不知道要做什麼 因為摩托車應該是不可以上來 不太能上來 除非你騎越野的 前面那邊 就馬路啦 那有觀景平台 然後這個地方呢 這邊的母岩 都可以觀察 阿 公管林輝城的母岩 以前我在這步道上有發現 微量的化石阿 但太久了現在很多也看不到了 唉唷 有沒有 這裡的一些母岩 不過看不到過於明確的 沒有看到明確的一個化石 以前有看到 以前我有拍過 然後現在 有沒有 這母岩就怪怪的 好像一些結塊 結塊的東西一塊一塊 結在一起 這裡 有沒有 貝類的化石 有沒有 這種結塊的 這種就是 公管林輝城的母岩的一種 特色啦 就這個樣子 然後有的這種裡面呢 有的裡面會夾海膽 公管林輝城母岩 滿特殊的啦 然後上去呢 然後上去呢 往那邊走 那邊也是有公管林輝城一些母岩 我以前有分享過啦 今天就不探索啦 今天這樣運動量夠啦 然後那邊 對有人在聊天講話 我就不上去那裡 不在那邊做結尾啦 因為在那邊做結尾 人家一直看你也滿奇怪的 那就在這裡做結尾吧 這個就是我今天爬的 一條路線 爬到山底下 也沒有很山底 又再爬上來 那有化石的儀式 以前我發現化石就這裡 這就是我以前 走的路線 然後到山底下呢 山底下其實就是大汗溪啦 應該是啦 大汗溪就在那附近 那今天呢 爬山之旅 就分享到這啦 祝福大家新春愉快 掰掰